接着镜头是来到复理乡民代表会定期大会 8号是由简明制来进行总质询 并且针对了这一次台风 以及豪大雨带来的农损质询 希望乡公所能够为农友争取提高水稻保险 保障种到农友的收益 复理乡民代表会定期会8号 由简明制进行总质询 并且针对这次台风 以及豪雨带来的农损质询 希望公所能够为农友争取提高水稻保险 保障种到的农友收益 我希望公所这方面要向农友业单位来反映 我们做保险 看什么保险 补一些给农友争取消他们的损失 都天天灾害 都天天灾害 我希望我们公所这里要出力 想想一下帮忙一下 给农友争取提高水稻 这次回应 在海归台风过后 以及后续大雨造成的农损 公所都有持续受理天然灾害受损的案件 并且也发现空包弹的情形非常的严重 目前农业客也都着手处理登记 有时候我们这次的调查后 我们本身就可以报寄院 管寄院大uu就是看这个 怎么过去过去无法 若随时报11月以后 我们可能会启动相关的一个保险 跟这个灾害的一个补助 这我们在这边跟所有农民讲 如果真的一个状况 欠缩的状况部分的话 跟我们的介事科 跟我们的农业科这边做密切的联系 把那个资料会迅速的承报给县政府和农粮署 做一个相关的补助 另外简明志也希望轮天变稻桥尽快恢复通行 因为现在又是农盲收割期间 轮天变稻以及明里大桥无法通行 农友必须绕道增加里程 造成农友不变 只希望11月15号能够如期顺利通车 记者高雄双副理箱采访报道